像西方极乐世界 你只要听到那个唯妙天音 你自然就生起三昧 就自己能够休息 你到了香鸡佛国 你吃到香米饭 你就进入那个香鸡三昧 全身发出香味 你就能够入禅定 入三昧当中 你就能够休息 香也能够休息 美妙的音乐也让你能够休息 所以我父母的时候 很喜欢听一听他们唱的是什么 唱出来声音非常好听 让人家心灵就非常的平静 佛国净土 有唯妙天音一产生出来 你就能够入三昧了 就是修行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以声音来度众生 相居佛国是以香米来度众生 各有不同 但是全部都是佛法 到明天见起来就会说